香港遭遇事蹟暴雨襲擊 導致全城幾乎被雨水淹沒 一據到香港的女星廖家一 在臉書發文透露 原本正和朋友一起吃飯 沒想到晚間接到老公的來電 透過氣象局發出暴雨特報 所以晚點要接她回家 雖然她馬上就離開 但沒想到馬路上的積水 已經淹到和輪胎一樣高 甚至還有路段攤方 隔天早上孩子的學校 也發布了停課通知 因此只能再加上網課 除了廖家一的朋友 傳了一張截圖給她表示 由於多地淹水 叫車APP上甚至出現了 搭乘橡皮艇的選項 讓她苦中作樂的寫道 笑得不想睡回龍覺了 廖家一會想起 當年颱風清洗台北 造成水災時 有人用橡皮艇 把食物運進新一區 她不僅感慨表示 希望災難之後 一切都能順利度過 家人也都平平安安 中文字幕容量 中文字幕容量 從剛剛到最後 全面的回程中 來發展